您最新的消息 那么呢 这个谈到所谓的五都的人选 当然国民党也应该要尽早来规划 台北市长郝龙明就说了 希望呢 党内能够尽早把这个安排布局的人选给规划出来 我们立刻来听他的最新谈话 我个人对我们时政有信心 而且国民党内部我们有一个民主机制 所以我们就透过民主机制来决定谁是最适当的人选 当然从我个人的角度 我对于我在党内初选的胜选 甚至整个大选中间得到选民的认同 我非常有信心 所以我非常欢迎就是最好的人 让市民跟党内人士来做抉择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市长 我们这里就是说国民党的初选 我想面对现在这样一个状况 就是大家都希望尽早决定 我们五大都的参选的人选 那照过去惯例大概都七八月才决定人选 可能这次我觉得如果早一点开始准备是好事一件 好您听到的是郝龙斌的最新谈话 当然他希望整个五都的布局规划能够尽早出炉 让他能够提前来做好准备 不过呢当然这场记者会其实最主要是一个台北市的公车车票 是不是要涨价这样一个问题啊 那么是不是会涨为十九块钱呢 传出这样的说法 郝龙斌表示在他的任内是绝对不会调涨 这是我们为您掌握来自台北市政府的最新临线消息